半个月内第二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访美和立峰应邀赴加州与耶伦举行会谈 多领域高频次交流 中美新领互动能否牵引两国关系稳步向好化 黑龙江加姆斯一体浴馆坎塌之三人遇难 暴雪红色预警下防灾避险机制为何失灵 球馆建成仅五年为何经不起一场大雪考验 事故背后还有多少疑问有待解答 今晚正在播出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 我是小雪 我是一帆欢迎收看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 11月7号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 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意见 关于健全自然垄断环节监管体制机制的实施意见 关于加强专家参与公共决策行为监督管理的指导意见 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指导意见 习近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 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 要锚定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 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守牢安全底线健全保障体系 推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 要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扩大实施范围 强化功能作用 健全收支管理 提升资金效能 要立足更好服务和支撑公共决策 加强专家参与公共决策行为监督管理 营造人尽其才 富有活力 风轻气正的专家参与公共决策环境 要加强顶层设计 完善制度体系 以保障生态功能和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 推动实现生态环境分区域 差异化精准管控 10月我国的外贸月度累计增速 双双转正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前10个月我国的货物贸易 净出口总值34.32万亿 累计增速由前三季度 同比降0.2% 转为增长0.03% 其中10月当月净出口3.54万亿元 月度增速由6月起 连续4个月同比下降 转为了增长0.9% 具体来看 作为净出口贸易的主要方式 前10个月 我国一般的贸易净出口增长 比重提升 民营企业净出口明显好于整体 继续保持我国外贸第一大经营主体地位 在国际市场方面 我国自欧盟美国等传统市场进口增长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对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 进出口都在增长 海关总署表示 当前我国的外贸领域的积极因素 累计增多 对于未来进出口表示乐观的企业 占比提升 我国外贸向好发展态势 进一步显现 俄罗斯再次推出了一项重要的军控条约 俄外交部发表了声明称 今天零点开始 俄罗斯完成了退出 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全部程序 该条约在1990年11月 由北约16个成员国和华约的6个成员国的首脑签署 对于两大军事集团的各类常规兵器的总量 核查方式等做出了规定 但华约解散 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同北约的常规兵力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 俄方一直谋求修改条约 却屡遭北约拒绝 不仅如此 北约还持续东扩 今年的6月9号 俄外交部发表了声明 宣布废止该条约 该决定于2023年11月7号 零点正式生效 俄方强调 美国及其盟友应该为俄罗斯退约 承担全部责任 进入中美观察 外交部6号宣布 应美国财政部部长叶伦邀请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 何立峰将于明天到12号访问美国 在何立峰访美消息发布的同一天 美国财政部宣布 叶伦将于当地时间9号至10号 在加州旧金山同何立峰 举行为期两天的双方会谈 旨在进一步稳定双边经济关系 并在关键经济问题上取得进展 环球时报原引纽约时报报道称 会谈将进一步巩固 今年早些时候开启的中美之间 改善彼此沟通的努力 预计会谈将涉及一段时间以来 拜登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关切为由 限制打压中国科技产业的问题 此外双方也将讨论 发展中国家债务纾困 应对气候变化危机融资等问题 今年7月 叶伦以美国财长身份首次访华 期间与何立峰举行会谈 中美双方还商定成立经济领域工作组 包括经济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 10月24号和25号 中美经济工作组金融工作组 分别以视频方式举行第一次会议 标志着自2018年以来 中美首次恢复定期经济对话 释放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的信号 好 这次与何立峰见面之前 叶伦于当地时间6号 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署名文章 他表示 经济不是零和博弈 美国有办法同中国竞争合作两不误 叶伦称美国总统拜登和他 有着清醒的认知 要通过务实的经济战略 来处理复杂的中美关系 既要保护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 又要寻求稳定和健康的经济关系 文章中他还透露 中美经济领域工作组 本周将再次召开会议 将重点关注能够取得 切实进展的具体的 高优先级的经济议题 相关话题 我们在上海演播时 邀请到了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 前驻九杰山纽约总领馆的 经济商务参赞何伟文 何老师 我们刚才讨论中美关系的话题 最近我们看到中美两国之间的交流 他们叫多领域高频次 我们可以看到何立峰和耶伦 两个人结束对话的第二天 亚太进口组织APEC领导人 今年的峰会就将在美国当地召开 所以您怎么样看何立峰 这次访美的时间的安排 他会给可能的两国元首的会晤 打下一种怎样的基础 这次何立峰访美非常重要 也可以说直接的说 就是为两国元首的会晤打下基础 而打下的基础和王毅不一样 那是国家关系方面 这个是打下经济议题的基础 要很好把经济问题讲透 而且这个会晤要两天 不是说谈一谈就完了 这里面涉及到双边关系来讲 不要脱钩 中美要合作 这方面可能再走近了一点 根据耶伦最近的讲话 但是从根本上的矛盾还是很大的 所以这方面要谈痛 你不能在高科技上限制 在投资上限制 这样子你谈合作 从何谈起来 中美是这种合作关系 这是第一 第二 中美之间的是否能够很好的合作 不仅关系到双边 而且关系到世界 因为这两个人如果说我们的矛盾很大 这个世界经济 地缘经济的碎片化的危险就很大 而且这个自贸组织总干事伊威拉 前几天刚说 如果世界这个经济变成两个阵营的话 整个世界经济要损失5% 相当于一个日本的经济总量 这个时候中美双方这次一定会谈的 就是我们的全球责任 所以您刚才说的对 中美 何立峰这次访问 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确定两国的经贸合作 到底怎么弄 对吧 所以我们在高层新一轮互动即将开启的同时 我们看到另一个平台 中美经贸交流震撼 美国联邦政府六年来 第一次参加第六届金博会 美国农业部携手15家 美国食品企业 以及两家州政府组成的美国展团 亮相四叶草 6号 440多平方米的美国食品和农业馆 开门迎客 从粗粒海盐 加州混量到芝士奶酪 各种品类的农产品 在这个空间里展示 这是美国在金博会上 首次设立国家级展馆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出席了开馆议事 并再度强调了 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性 当天下午 就有多家美国农产品企业 与中企签订单 总价值达500万美元 六年间 美国参展商在展馆面积 企业数量等方面 均居进博会参展国前列 今年进博会 美国更是派出了历史上规模最大 规格最高的参展团 参展每起超过200家 来自半导体 医疗器械 新能源汽车 美装等多个领域 这次美国食品与农业馆 得以顺利开馆 离不开上海美国商会 和美国农业部的联手合作 牵线搭桥 为不少美国农产品企业 和农场主 打开了走进中国市场的大门 稍早之前 上海美国商会会长 郑毅接受了今晚栏目的专访 他表示 美国最强进博参展团来华 见证了两个超大经济体 之间的合作加速度 也只有中美经贸增进合作 才能够实现双赢 乃至共赢 今年我们希望介绍一些 更多的美国的一些中小企业 尤其是在农产品 食品方面的这些企业 以前是没有机会来到中国 但是很看好中国的市场 所以上海美国商会 就跟美国农业部合作 这次搭建了这一个平台 目前参展情况 大家都还是看到了 很好的一个效果 三家企业已经签署了贸易合同 大概总金额超过三个亿的美元 这次的合约涉及到大豆 玉米 豆类 宠物饲料等等 希望未来的几天 甚至于进博会之后 我们能继续跟进 能够把更多的美国的农产品 能够带到中国的市场来 中国是美国第三大的出口市场 对美国来讲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美国企业很看好 中国市场不单单的货物贸易 还有服务贸易 未来我们还是希望连着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能够加强合作 我觉得是一个双赢 中美的经贸关系是一种互补的关系 从中国制造来讲 也就是从供应链来讲 中国也是可以给美国有很多合作的空间 脱钩对中美两国都没好处 然后呢 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也没有好处 还是希望中美两国能找到合作共赢 这样的一个合作的空间 而不是用这个零和思维来对待两国的关系 好 我们继续请出在盐博士的何先生 何先生 我们看见这个进博会 今年一个非常大的亮点 就是美国团来了 然后它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它的参展的数量是历届最多的 企业的数量 第二个就是由民间走下来 官方我看见这两天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一直在上海 对 所以你怎么样看这样一个变化 首先我们看的就是现在中美贸易来讲 从双方企业层面 地方层面呢 积极性比过去更高了 就是越来越热起来 这是好现象 而且特别这个我们感觉有代表性的呢 就是农业 结果美国农产品对中国出口一直不错 基本上没有受到这几天中美贸易 这个紧张关系的影响 去年超过了400个亿 而且美国农产品很多在中国还是受欢迎的 所以是庞大的农业代表团 它吸气行求扩大中国市场 这是第一 农产品本身 第二 变成官方代表团了 而官方代表团呢 团长是农业部的负责人 而不是其他部的负责人 说明什么 就是说农业在美国的政治地位非常高 你别看他农业在美国GDP就占2% 但他的政治分量远远不止这个 我当时在九金山工作的时候 总领馆工作 有一年呢 就是江泽民主席访问加州 最后加州州长 那个叫Pete Wilson 请江主席吃饭 Wilson 州长没讲别的 就说是亲爱的主席先生 我们加州的这个城市非常好 但是现在不能对中国出口 希望主席先生关心一下 来解决这个农业问题 然后呢 那次我们访问华盛顿州 当时州长是洛家慧 洛家慧别的没说 就说我们美国西北的小麦很好 现在因为黑碎病问题解决不了 希望呢 能够关心一下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农业问题在美国 政治分量非常重 为什么由农业部的高官来带 这表明美国政府 对中美贸易的重视 他希望推动 这是好事情 我们跟他相亲而行 所以中美经贸关系的启吻 是不是也可以为 整体的两国关系的启吻 提供一种非常重要的动物 毫无疑问 基本上最困难的时候 在下降的时候 中美贸易基本上下降 它仍然是中美两国关系的压仓石 现在我们看了一个好现象 就是中美贸易 经过去年9月份以来 两位数的同比积聚下降以后 今年8月份开始 下降缓和了 都是一位数 而且按照责乘人民币 同比降幅不超过5% 然后我们再看看 今年8月份 9月份 10月份 美国重新变成中国最大出口市场 超过了欧盟 超过了东盟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势头下去 这要需要两国人民共同努力 两国企业共同努力 也希望两国政府相向而行 这次旧金山两国原始峰会 相信会注入新的强大的动力 好 我们稍后再聊 其实除了经贸关系之外 当地时间6号 中美举行军控磋商 这也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当地时间周一 中美在华盛顿举行了司机 军控和防扩散磋商 外交部军控司负责人 率团出席 双方就国际军控条约履约 防扩散等广泛议题 进行对话交流 这是自2019年7月以来 中美首次举行此类会谈 《环球时报》报道称 军控与防扩散磋商 并非和裁军谈判 该磋商将有助于增进彼此了解 为两国高层交往营造良好氛围 值得注意的是 近期中美间在多个领域开展会谈 本月1号 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司长苗德宇 在维也纳 同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 埃哈迈德举行中美外交政策磋商 双方围绕国际地区形势 各自内外政策 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3号 首轮中美海洋事务磋商在北京举行 两国涉海部门和国防部代表参加 双方强调 应加强对话沟通 管控海上局势 避免误解误判 探讨互利合作 好 我们继续请教何先生 中美军控方面来进行的磋商 您怎么样看这样释放的怎样的信号 这也是中美整个全面磋商 这个关控分歧 避免冲突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我们知道冲突的最高形式 就是武装冲突 所以一定要避免 那么最近我们看 这方面双方都在加强 军控是属于外交的理 就是双方对把武器控制住 而且增加互相的了解 互相的建设性的对话 这是第一 第二 军方也在对话 这次相会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这两方面的做 应该是建设性的 使能够稳定中美关系 特别是避免冲突 所以另外我们也还注意到 何立峰刚刚出任 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书记 这是不是意味着何立峰这次访美 意味着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互动 会有新一轮的互动 是这样的 何立峰当然他是中央金融委员会的 办公室主任 金融的重大责任 这是很清楚的 但是跟这次访美主要还不是这个 因为他是中美经贸对话的牵头人 涉及到所有方面 所以我想 而且从金融来讲 在美国是会美联储管 当然财政部不是一点不管 财政部你看 各个国家的货币 是不是操纵货币 是财政部发报告 他管财政政策 但是我想这次何立峰和耶伦的会谈 会超过这个层面 是全面的对话 一个是双边 就协调双方的宏观经济政策 而且商量如何稳定金融市场 第二个是多边的 就是如何对全球金融的稳定 承担责任 而且就是为 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困境 如果疏解他们的债务困难 大家讨论一个更多的办法 所以在这方面 担起更大的全球责任 好 谢谢何先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我们也期待着下周能有中美关系 更多的好消息 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 稍后您将看到 黑龙江加木斯一体育馆坍塌至三人遇难 暴雪红色预警下 防灾避险机制为何失灵 球馆建设只有五年 为何经不起一场大雪的考验 事故背后还有多少疑问 有待解答 好 我们再来关注加木斯一个体育馆坍塌事故的最新情况 根据加木斯市华南县政府新闻办的消息 今天零点的三十五分 华南县粤城健身体育馆部分坍塌事故现场完成救援 事故造成了一人轻伤三人遇难 事发之后当地的市县两级的纪检监察机关 在第一时间介入成立了调查组开展调查 为了避免刺生事故的发生 公安机关已经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封控 粤城体育俱乐部的负责人已经被警方控制 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这起事故发生在六号晚上的七点二十分左右 事发时有七名初中生正在设施的体育馆内打篮球 当天傍晚六点 华南县七名初中生相约到粤城体育俱乐部打篮球 晚上七点二十分左右 有学生发现屋顶异常并向门口跑去 随机屋顶发生坍塌 事发后三人自行脱险 其中两人未受伤 一人被及时送到医院救治 另有四人被困 其中一人在事发后半小时被救出送医救治 其他三人被救出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粤城体育俱乐部位于华南县粤城广场综合体七号楼 由华南县新阳光健身俱乐部管理 主要用于开展篮球 乒乓球与毛球等活动 面向社会经营 而坍塌的篮球馆位于整个体育馆的西侧 为单层建筑面积675平方米 体育馆东部为二层建筑 设有乒乓球馆与毛球馆等 事发时会发生坍塌 值得注意的是 事发当天傍晚五点半 加木斯市气象台发布暴雪红色预警信号 政府相关部门曾要求教育机构停课停业 当地发布的防御指南提示 除必要行业外 各单位必要时停课停业 有关这话题的解读 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 以及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于军峰 首先我们要问到于公 于公我们从这座体育馆的结构和坍塌的现场的景象来看的话 在建筑专业的角度来分析 那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次的垮塌 好的 我也研究了一下现场的这种倒塌的视频 这个房子是一个675平方米的很小的房子 它是个清静物面 它大约是三化乘五化 二十米乘三十米长 九到十一米的近高 是一个难度不大的一个房子 那么从现场的视频分析 它是倒下了几秒钟的时候 它的屋里屋极是向下的 从而将整片屋里从两侧的混凝土制度上拖了下来 那么分析这个原因无外不就两种 一种是从天灾的角度去分析 当地的雪荷宅 极端的暴雪天气 超出了这个房屋设计所存在的这个极限 所以导致它承受不住倒下来 第二种就是人祸的角度去分析 那么如果原来的设计施工和使用维护 中间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速度 都会导致这一个结果 主要就是这两方面 好 所以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 在这个当中哪一方面占为主要的这个原因 接下来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的进展 那刚才呢这个渔工呢 是从建筑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我们接下来邀请马教授 我们再从这个公共管理应急的角度再来分析 您看啊 从这个事件发生的这个经过我们来复盘 由于强降雪 当地是要求教育机构要停课停业 除了特殊的行业之外 其他的单位必要的时候都要停课停业的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几个初中生还是能够到体育馆打球 那么这个当中是不是反映出了当地在防灾预警避险机制上存在一些输了 实际上极端暴雪天气非常容易诱发灾害的事故 所以当地的政府部门也提前进行了相关的安全的预警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尽到了相关的责任 但是这起安全事故的发生也暴露出当地在安全预警工作方面还做得不够 首先当地相关的部门啊 对咱们体育健身相关的单位中小学教育机构还有社会公众的提醒 我觉得是不到位的 你可以看到这样一起悲剧的发生 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安全预警的发布是进行了 但是就没有去看这些发布之后 大家有没有遵守这些要求 所以这块的话其实非常关键就是要对一些公共场所高风险的点位进行巡查 看看大家有没有执行这样一些规定 不能说只是发布这种安全预警就大事告急了 那其次的话其实能够看到作为体育场馆的运营单位 它本应该在这样一种极端的天气下关停 包括停止相关的服务 才能避免相关的风险 但是从这样一起事故可以看到 涉事的体育场馆经营单位 它并没有采取这样一些措施 才会导致相关的人员的伤亡 而且这个时候也可以看到这几个初中生 他其实也没有相关的安全意识 包括他们所在的中小学 包括相关的家长 我觉得也需要去尽到必要的提醒和监护的义务 所以这块的话我觉得特别重要的就是 面向中小学生应该更多的加强安全的教育和应急的演练 让他们能够掌握必要的一些识别风险 应对风险 应急自救等这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好 谢谢马教授 所以我们在这也要再次强调啊 是不是这个安全意识足够了 是不是安全警示发出之后执行到位了 希望各地呢也能够在这次的事故发生之后 真正的把安全漏洞补起来 那前面我们其实提到天气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天气 由于事发的时候呢 当地呢正在经历 今年入冬以来最强的一轮雨雪天气 那么这次体育馆的倒塌 是不是跟强降雪有关 也引发了关注 事发后 有业内人士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此次事故与暴雪很可能有关 11月6日 滑南县发布了启动暴雪三级响应的通知 当天17时43分 县气向台升级暴雪红色预警 呈该县6小时内降雪量已达15毫米以上 且降雪仍在持续 该业内人士估算32厘米的积雪 对应鹤载每百平米大概不到三吨 但这次东北暴雪夹杂着鸡冰 每百平方米的鹤载可能超过4吨 一些建筑因鸡冰不均匀 个别点 受力可能更大 不过 对于事故原因是否和积雪造成的额外载荷有关 目前还有待相关部门进一步调查 根据七项数据显示 截至到当天21时 滑南县24小时降雪量达44毫米 打破当地11月记录 但积雪深度32厘米 没有打破65厘米的历史记录 此外坍塌的建筑是否存在质量问题 也是公众普遍关心的一个话题 那通告显示 粤城体育俱乐部位于滑南县 玉彩路北端的粤城广场综合体的7号楼 2017年的7月开始建设 2018年的7月竣工 那么建设单位呢 为黑龙江省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呢 是黑龙江海峰伟业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单位为加姆斯三江建设监理公司 2020年的7月通过了验收 7号楼的基础的形式为独立的基础 结构形式为框架结构 这个当中呢 东部为二层建筑 那么屋顶的结构形式为混凝土结构 西部呢 也就是坍塌的这个体育馆为单层建筑 面积是675平方米 屋顶结构形式为H形的便捷面钢梁结构 有市民在介入采访的时候就表示 坍塌的体育馆为原来的两层建筑改建而成 在粤城广场的西厢房 它是粤城的一个厢房 是一个建筑物 然后改装成的体育馆 好继续请出于军峰 鱼公刚才说到了这次出事的又是体育馆 那么类似这样的建筑结构 它对于顶棚的这个载荷 有什么样的标准或者是特殊要求吗 针对东北地区冬季这个降雪量非常大的这个特征 对于这一类的建筑的载荷有没有更高的要求 如果要确定暴雪与这次事故的关联 那么还需要进行哪些方面的调查 好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在中国的规范里面呢 对于类似的这种结构 顶空的贺载是有明确的规定的 贺载的限制呢 都是根据建筑物的具体功能来确定 这就是我们这个行业依据的法律 东北地区呢 它的冬季降水量大的特点 大家都知道 所以呢 雪荷载的规定从南到北是途徒变大的 我也检查了一下当地的这个贺载规定 它在50年一役的时候呢 是85公斤每平方米 在极端的天气下 就相当于我们100年一役的时候呢 是95公斤每平方米 那么换算成水深的话呢 就是压紧的带水的这种血 110公米到120公米水 所以对于事故的认定呢 其实很清晰 如果周边的这些吸血 达到了我们说的这个 110到120公米的这种 紧密压紧状态的身体 那这个体育馆是承受不足的 周边的吸血如果没有达到这个 那就不是这个天在的 好 这个当中还涉及到一个建筑的改建问题 刚才我们看到采访当中附近的市民说 这个体育馆由相仿改建 原来是一个两层的结构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建筑结构和功能的改变 它需要经历怎样的一个审批手续 改建之后又需要经过怎样的专业检验 才能够投入使用 改建呢是我们这个行业很常见的一种 因为建筑物的使用功能 在它的使用年限里面 会存在这样那样的改建过程 那么在全国各地 都是有一些地方性的规定 应该说我们这个行业发展了几十年了 从技术和制度上都是非常成熟的 所以我认为呢 改建这样的情况 不应该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 然后从改建的这个审批角度来说呢 我们是改建之前是需要确定 改建的动作幅度的大小 它毕竟是一个老房子 它不能要一个老先生去跑马拉松 所以呢 对于老房子的改建动作 是有安全性的规定的 也要经过专业人士的技术审核 在改建完成以后呢 也要经过专业人士和相应政府主管部门的验收 那应该说咱们这个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项目呢 它应该是整个的手续应该是完善的 因为它是兴建了 而且经过了一遍 好 谢谢育工的分析 究竟改建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接下来还要看具体的这个调查的结果 那这次事故的发生呢 让人是联想到了今年7月23号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第34中学体育馆的物领坍塌事故 当时事故是造成了11人死亡 那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该体育馆事故发生的次日 滑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呢 就发布了消息 当天呢 县委副书记和县长是深入到学校 体育场所等重点领域 检查指导安全生产工作 并且到了这个月城广场全民健身体育馆 查看了安全工作的落实情况 而在该县近两年的安全生产检查 指导工作当中 滑南县多位领导 也都曾经去过月城广场 其中呢 就明确的提到了 体育馆或篮球馆的有两次 那今天下午 加木斯呢 是召开了全市的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表示要深刻汲取事故惨痛的教训 严格落实安全防范措施 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 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请出马教授 马教授您看刚才说了 体育馆坍塌前三个月 县领导呢 曾经到这来检查过 几年来当地也多次对涉事的体育馆 进行了安全生产指导工作 那为什么隐患没有被发现 我们能够看到当地的相关部门 和党政领导干部 进行了多次的安全隐患的排查 但是他们且没有发现 本应该发现的这些安全隐患 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安全隐患的排查方面 可能要避免我们经常说的这种走过场 或者说流于形式的这样一种情况 而是要怎么样把这样一种排查落到实处 因为如果是把这样一种排查 变成一种为了排查而排查 包括为了应付相关的任务而进行的话 那这样一种排查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你排查之后没有发现隐患 等于是为这样一些场所进行了背书 去说它是安全的 但实际上它可能是存在非常大的危险的 包括可能会带来这种共众的误导性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 其实怎么样让排查落到实处是非常关键的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安全生产 它是非常专业的一个问题 需要让一些专业的机构和人士 去进行专业的排查 你像咱们这些领导干部 他可能非常重视 也去经常的排查 但是我们是看不到可能存在的一些隐患的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就是怎么样让专业的机构去发挥专业的作用 特别是要这样这种排查能够常态化的进行 不能说是出了问题就运动式的进行排查 甚至出现我们经常讲的 一人得病全家吃药这样一种情况 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去让这种排查实现常态化的运行 让它专业化的推进 能够在我们讲的这样一个日常工作中 及时的发现这样一些安全隐患进行排除 让我们这样一个相关的公共场所能够更加安全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安全排查一定要落到实处 落到细处 另外就是我们今天在关注 滑南县体育馆的坍塌事故的时候 很自然就会联想到 七七哈尔 34中的这个体育馆的坍塌事故 类似的事件重复发生 这反映出了城市安全管理 这个当中存在哪些风险点 要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 还需要建立和补权怎样的机制 我们可以看到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内 出现了两起的安全事故 而且都是跟体育场馆的屋顶坍塌是有关的 我觉得这反映出了我们当前的城市安全治理 的确存在一些制作关注的问题 我们毫无疑问可以客观来看 其实现在的极端天气越来越多 包括很多的安全生产事故 也会出现隐患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城市安全治理的风险 其实是越来越大 挑战也是越来越严峻 但是我们面对这样一种安全的风险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 城市怎么样去加强 所谓的韧性城市建设 并且能够提高城市的安全的防范能力 所谓韧性城市的建设 其实非常重要的 就是城市能够加强 我们安全生产的全链条 整个的过程的这样一种 全生命周期的安全治理 能够推进我们讲的这种 安全的预警防范处置善后等等环节 实现整个环节的一体化的推进 而且非常重要的是 我觉得是要加强 城市的危机学习能力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事故 接二连三的发生 毫无疑问 我们特别需要去推动 城市的相关部门 能够及时的汲取 这样一些事故的经验 教训 能够及时的从这样一些事故中 举一反三 避免是反复的交学费 这个是我们特别期待的 而且非常重要的 其实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数字化 智能化的时代 我觉得我们的城市的安全治理 也要朝这个方面去发展 能够让城市的安全治理实现 我们讲的一网同管 一体协同 真正的实现安全治理的数字化 智能化 好的 非常感谢马教授的分析和提醒 刚才的马教授最后其实提了很多疑问 我想其实每一条把它落到实处的话 其实都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 防范类似事故的一个发生 其实今天在关注这起事故的时候 很自然会让人想到 从7月23号 七七哈尔市的体育馆发生坍塌 到今天我们关注的 加木斯市的体育馆发生坍塌 中间仅仅隔了三个多月 相同类型的建筑与大雪天气 那么特别想问的是 为什么前一个事故之后的隐患大排查 没有能够阻止后面的事故发生 要阻止接下来类似的悲剧发生 我们又该做些什么 再来关注新一轮的巴以冲突到今天 冲突已经持续了整整一个月 目前巴以双方的死亡人数 已经超过11500人 其中加沙地带死亡人数为1022人 乙方的死亡人数超过1400人 冲突以来 乙军多次对加沙地带发动猛烈空袭 卫星图像显示 加沙北部大量社区已经沦为废墟 根据联合国网站11月5号发布的数字 加沙地带有62%的人口流离失所 与此同时除了缺水少粮 当地的医疗系统已经在崩溃的边缘 加沙地带总共有36家医院 和72家诊所 他们当中至少有67家医疗机构 已经因为缺乏燃料和药品 无法运行 联合国秘书长库蒂雷斯 昨天发表声明 再次呼吁立即实施人道主义停火 但同一天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 除非被扣押人质或是 否则不会实施全面停火 内塔尼亚胡发表上述表态的同一天 大海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通话 央视援引白宫的消息称 昨天拜登与内塔尼亚胡两人就新一轮 巴以冲突涉及的人质谈判 所谓战术性停火的可能性等进行了讨论 拜登重申了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 虽然两人谈话涉及所谓战术性停火 但央视援引美国媒体的消息称 美国政府计划向以色列运送价值3.2亿美元的 华翔炸弹组件 以及相关的技术支持 该装备是一种由战斗机发射的精确制导武器 有消息指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号和内塔尼亚胡会面的时候 曾经指出要使用小型炸弹等方式来减少平民霜 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